嘿大家我是巧玉 我自己从零存款开始理财 慢慢累积资产成为小资族 再透过投资实现阶段性的财务自由 投资理财很重要 尤其是现在人的平均与命越来越长 通货膨胀威力惊人 单纯靠能力资本 工作赚钱真的有一点点辛苦 投资理财不是人生的选修 而是大家的必修学分 刚开始学习投资理财 我接触到许多书籍跟课程 都有提到存金融股 定期定额 ETF 0050等投资方式 但我自己目前却没有持有台湾的股票 或是ETF 原因有以下五点 第一点美国大盘表现更好 我们比较台湾跟美国 从2011年到2023年的大盘表现 两者的走势相同 但是报酬率却差很多 台湾0050报酬率是110% 美国VOO的报酬率是262% 金额越大差距越大 时间越长查局更大 投资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投报率可以高一点 那不如一开始就选择 表现亮眼的市场 赢在起跑点 第二点 美国券商IB营透证券和TD Ameritrade 交易免手续费 台股买卖有手续费 卖出的时候还有证交税 举例来说 如果我在0050股价120元的时候买进一张 当下就会被收取171元的手续费 在股价130元的时候卖出 当下就会被收185.25的手续费 而证交税呢是390元 这笔交易的资本利得是1万元 但是需要扣掉买卖的成本是747元 所以最后赚的是9253元 如果我的卖出价格跟买入价格 一样是120元 中间没有领到股息 买卖股价相同交易的手续费 就会让我产生亏损 那就不用说如果我亏损卖出 就会赔更多 而且每次买卖股票都会产生手续费 那我们还没有算 有些人可能会遇到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的问题 虽然我在台湾把钱汇到美国券商 每次需要800元的手续费 这笔费用是汇款式银行收的手续费 不同的银行金额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是当我的投资本金到了美国券商TD之后 买卖股票都有免手续费的优惠 可以降低投资成本 而且投资美股所赚的价差 在美国当地是不克税的 第三美股有股息在投资 美股券商有提供股息在投资的功能 让投资者将领到的股息 在投入回股票当中 台湾券商目前还没有这个功能 拍摄影片的当下 苹果股价大约是150美元 举例来说 如果你有10股苹果公司的股票 美季会领到现金股利2.3美元 扣掉一点税费 还有1.61元的股利 这个金额很明显的 没有办法让你买入一股 但是你只要在券商的后台设定股息再投资 就能将这个股息拿去买零碎的股票 最小可以买到0.001股 设定也很简单 只要登录后台一键完成 设定好之后领到股息券商 就会自动帮你完成股票的买入 同样的这个交易也是没有手续费 买到的零碎股票 也会计算到原本发放的股票当中 每一季再产生新的现金鼓励 这个对长期持有的投资者来说 能够实现更大的福利效益来增加收益 第四点美股的选择权可以每个月赚取现金流 接触美股之后我才学习到选择权的买卖 SalePool SaleCode等多种赚取现金流的交易策略 选择权的策略每个月可以帮我增加1到2%的收益 保守一点算的话 一年多10%就能帮自己额外创造一笔收入 实现更多元的投资收益 美股选择权跟台湾选择权两者在逻辑跟风险上面有所不同 我自己也是上课之后才知道美股要如何开户投资选择权怎么下单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的话 说明栏有3小时的免费课程你可以报名参加 了解美股的基本知识以及如何开始投资美股 第五点能力资本赚台币金融资本赚美元 不论是能力资本还是金融资本 我想要有不同的币别 赚台币也要赚美元 多元的主被动收入可以帮我做到资产配置跟风险分散 主动收入像是现在拍摄影片会有广告收益就能赚美元 而整理师跟课程教学就能赚到台币 被动收入的方面在美股投资就能赚到美元 在台湾的房地产收租就能赚到台币 现在的我有能力也有意愿继续工作 赚到的收入也足够目前的生活 不急着动用投资收益 就可以让投资组合长期留在市场稳定成长 如果你真的很爱台湾对台股念念不忘 投资美股的同时也要支持台湾 推荐你可以在美股的ETF中选择EWT 它有点像是台湾的0050 这档ETF里面大概有91只股票 包括鸿海台积电等公司 爱台湾的同时又能享受交易免手续费跟极低的管理费 所谓的安全感不是铁饭丸 不是政府的退休金 也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或是依附另外一半 安全感来自于多层的收入来源 先专注本业兼顾好副业再开拓投资 本业副业投资每一项都很重要 每个月的月初我都会优先完成自媒体的工作 闲暇之余成为一位整理师做我热爱的事业 再定期关心我的投资状况 照顾好自己的经济状况跟生活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今天这部影片简单分享我自己的经验跟想法 在投资理财的领域没有标准答案 只有你动起来才会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方法 记得影片下方有三小时的免费课程 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期待能够遇到更好更优秀的你 我们未来高处相见 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